我们出去堕落 然后我们要吃肯德鸡 要吃油油的那种 要吃最油的那种 还有一个新朋友 对 还有一个 要饭了兄弟们 你又要饭了 热狗 这不是要的 人家这一个热狗是 中饭前先暖个胃 你知道吗 你跟他讲人民币多少钱 人民币50块吧 差不多 50块钱 对吧 然后人家先用50块钱先开个胃 然后再去干肯德鸡 我家50块给吃一餐 刚刚那家中饭馆太狠了 随便点个面 上海猪油炒饭 就不要了 看来这个上海贵 绝对是国际的 120人民币左右 不止 30块钱 差不多 150了 快150了 我靠150吃碗面 吃个那个 吃个猪油炒饭 对 猪油炒饭150 有点超出我的消费范围了 现在我只能够了 你想知道 最好想知道 最好想要在日本的生活中 你只能够了 我只能够了 我只是想到 我只是想到 我真的太多了 太多人都说了 这些人 在社交媒体 如果你是一位女人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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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知道 很快 在日本的最初 24时间 有很多人 在日本 都 年龄 和 前面有很多人在台北上人都知道 在香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一般人都在街上 一旦看到了她,他们就在某些地方 她就在某些地方上的地方 一旦上,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地方 我说,在某些地方,会有什么地方 在某些地方,他们都在某些地方 日本是的唯一公司 相機的聲音 不能被開放 因為是 男人為了做上衣的照片 在女人穿上衣服的照片 歡迎來到日本 別過來 大肥屁股一身油 臭不要臉 那今天抽空和朋友去聚了一下餐 最後因為價格問題 我們還是選擇了肯德基 雖然基督城肯德基的價格 比國內肯德基的價格 還是貴上不少 那中午我一個人吃了六個雞翅 一個漢堡 外加一杯可樂 無糖的 算下來的話 大概是150塊錢人民幣 但是想想 這也比一份150塊錢的豬油炒飯 要來的靠譜一些 那吃飽喝足以後 當然是要找個地方去消化一下 於是我開車來到了 之前和大家展示過的 Rapaki步道 那當然今天的視頻 不是想和大家展示這條步道 我之前的視頻已經做過了 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段 我剛剛在開車時 無意間聽到的一段 關於日本男人神奇愛好的視頻 最牛逼的就是 美國人也針對了 日本男人的這個特質 這點小癖 對他們收網 日本的蘋果手機 做了一些特別 針對日本男人的定制 用一個時髦的詞語 叫什麼客製化 究竟是什麼樣小小的改動呢 那就是消網日本的蘋果手機 無法去關閉拍攝的聲音 小改動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那日本手機的其他功能 還是和秀網世界其他各個國家的 iPhone差不多 就是多了點聲音而已 尤其是在拍照的時候 那我這裡就不僅好奇 有沒有中國的手機品牌 也在日本市場銷售的 那我覺得他們應該也這麼做 畢竟日本男人這種癖好 我相信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確實都有一點點 大肥屁股一身油 臭表臉 那如果從個反向思考的角度 我覺得我們的手機品牌 也可以打出拍照無聲的廣告語 這樣就更可以很好的滿足日本男性的癖好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幫助咱們的國產手機 在日本增加這個銷量 跑題了跑題了 主要還是日本當代一些男性的這種小癖好 實在讓哥感覺到震驚 還有網法 還有法律嗎 肌肉哥之前在視頻中已經提到過 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已經不太想多去關注國外這些破事了 但是有些事情吧 肌肉哥又不能完全不去面對 畢竟怎麼說呢 隨著咱們祖國的發展與強大 網上有些人確實開始更加著急了 這些人也不管他們現在所編織的謊言 到底真不真實 有沒有可信度 只要能博人眼球 怎麼誇張怎麼來 就像我前幾天視頻中說過 關於電動車的問題 說什麼西方人集體不玩電動車了 於是便說電動車不行了 電動車是垃圾 只有我們中國人才玩 咱們祖國辛苦耕耘了幾十年 才在汽車產業立足 剛剛有了一些卓越的成就 怎麼一下子電動車就不行了呢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 哎對吧 經濟環保 駕駛感受 電動車明顯都要更加的先進 更上一個檔次 重點是這裡畫一下重點啊 那就是電動車 特斯拉剛出來的時候 特斯拉一個美國公司 剛出來的時候 這些網絡噴子可是一頂一個的支持啊 哥印象最深當時的一種說法就是 特斯拉那是美國華爾街 硅谷這些精英新貴才去開的車 是人類的未來流行的風向標等等等等啊 怎麼到我們中國的品牌電動車 開始變得流行 開始變得更加的這種有銷量 哎這些人就開始集體開口說什麼 電動車不行了 我算是看出來了 這些人之中 行不行只有外國人定義 那才叫行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心態 我還是無法完全的去理解 別人行才叫行 不行也行 自己行那不叫行 行也不行 讓同學們聽一聽 咱們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賤的 那今天之所以把日本男人的這種特殊小癖 一號拿出來和這幫網絡喷子們聯繫在一起說 是希望幫助視頻間的小夥伴看清楚這兩件事的共通性 哎說句實話這兩類人挺像的 就是沒有什麼自我認知 不知廉恥通俗一點來說 或者說也希望那些網絡喷子能好好的看一下今天基劉哥的視頻 當然了我這裡沒有任何度這些網絡喷子的心思 因為我也不指望這些網絡喷子能夠真正的去理解西方人的文化 只是希望他們能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式去跪舔西方 俗話說的好 舔也是有技巧的 你比如說這幫網絡喷子們沒事總是愛舔西方人的酷樂機 回頭又想和西方人要個親親 那這不是早著給別人抽他們大嘴巴的機會嗎 我發誓我會真的把你活活打死很殘忍的 要說舔西方我想這個世界日本稱第二 沒有哪個其他國家敢稱第一 明明是一個正宗的東亞國家 非要搞什麼拖亞儒 你們就看日本一些男人的這種嗜好 對吧從剛剛視頻中西方女生和日本當地男子描述的情形來看 如果我說日本人的這種行為是一個小眾行為 對吧我來去定義的話應該不是特別準確吧 不然蘋果公司也不會這麼有創意的針對日本市場 搞出個客製化的iPhone出來 你們就說日本人看見這樣的iPhone在日本市場上銷售 他們是會感覺到被羞辱呢 還是說日本一些人會感到自豪 哇塞看美國爸爸都因為針對我的特別愛好 開發出全新的iPhone了呢 按照這些愛偷拍的日本男人的老回賂來說 我覺得他們這麼想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當然日本男人怎麼想日本怎麼說很神奇的一個生物 他們怎麼想基努哥是完全傳謀不透 但是以一個外來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蘋果公司你針對日本市場搞出這樣一個iPhone 太殘暴了 過分了啊 過分了 哪有往別人臉上吐吐摸的呢 對吧 不禮貌 以一個文明禮儀之邦的中國人的角度告訴你 這麼做有點不禮貌 當然你這麼做我捍衛你自由的權利 知道嗎 那視頻的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日本男人幹的這個事 我們可以看啊 日本男人在街上追著這個西方的小姐姐一路尾碎 那從情感的角度上來說啊 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男人發自內心的真的非常喜歡西方的女人 對吧 一路跟著西方小姐姐姐姐給我一個電話號碼 姐姐我好喜歡你 但是這種跪天的行為並沒有得到這個西方女性的認可 甚至說是好感 相反啊 就是大部分的西方女性認為日本男人的這種行為 非常的變態creepy這個詞大家仔細去評creepy 哎非常有味道非常有味道的一個英語單詞啊 從大的方向來說日本整體這個國家非常崇拜美國人製造的東西 其實當年日本也輝煌過當年其實日本在電子產品的話啊 不說完全吊打他的美國爸爸吧 那至少當年日本在電子產品這一塊來說啊 還是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非常之大的 那後來發生的總總事情 這裡我就不細說了 那日本的電子產業基本上已經屬於萎縮到那種嘟 大家不幸看一看就是你現在周圍用的電子產品 電器也好還有幾樣是日本的 基本上啊已經可以說是人間蒸發市場中蒸發了 那即使這樣呢日本人絲毫的沒有那種心痛惋惜的感覺 沒有那種再一次就是說希望能強大的這種責任心或者自尊心也好 反而他們會去舔這個美國的電子產品去拋棄他們日本本國製造的東西 那最後我們發現哎結果蘋果公司給他們整了一個拍照不能關閉拍照聲的iPhone手機出來 所以說這裡面的這種能量這種韻味大家自己仔細的品一品 看一看是不是在跟西方人接觸或者交往的時候 靠跪舔就能患得存在的一席之地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喜歡我的內容 最後不要忘記一鍵三連 Peace